面不改色的,然后就获得了比赛 是吧 我觉得倒是有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粉底都太厚了 就是怕有表情就粉底掉下来 我们这边已经比赛开始 然后阿迪用的话使用的是一个大王术 而我们的温球斩滑驼所使用的是一套比较快功能 可能是T6猎 T6贼 这个百万就比较有心得了 因为以前百万的话是打快贼打得特别厉害的 好,他这个T6贼的话跟我的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的T6贼是不带那个 门棍 带门棍的,不带那个21 就是那个小的鸡脑 就是迪菲亚头目这张牌 但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由于是后手 他拿到迪菲亚头目的话是有个很大的优势 是,直接硬力然后跳出迪菲亚头目 直接一飞就可以激活连击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边 大王术这边的话是 两费先上了一个上谷看守,看守者 他一看到对面 好的,这边也是直接选择了强血 直接上一个麻风助如,再一个冷血 这也是非常凶,非常凶 我觉得这边可能要架一个墙了 否则的话他的血线会非常的危险 直接这样单架还是再卖一轮血 因为,因为在术师手上是没有地狱猎 没有大地之环先知 所以的话,他这个回合为了保险起见 很有可能就是架起一堵墙 如果他再选择卖的话 我觉得对于T6贼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对,现在对方场攻是已经有10点 如果你在卖的话,至少是要变到10点以下这样一个血量 实际上其实大王术没有任何关键性的卡牌在手 所以这时候还是不敢搏的 其实这时候我们由于是上帝视角 可以看到对手是有闷棍的 这个话等于说,这个墙就没有任何威胁价值了 但我如果能够尽快的消耗掉你两个闷棍的话 那后面我还有强的话你就比较难受了 这边也是选择了打得非常稳 就是力保那个6弓的迪菲亚头目 用其他的两个小怪去换掉 这个打得也是非常的细致 对于T6贼这边来说就是希望尽快地摸到刺骨 两张刺骨在手的话就不怕你架强了 是 火车王母亲摸在手里 火车王如果现在打出去是已经可以打出12点 12点 对面剩5点伤害 只要对面只剩下5点 选择很多 这回合还是值得商趣一下的 敢不敢搏 但是他手上没有直伤 但是他手上没有直伤 对 然后再打一下吧 就看他敢不敢抢血了 好的 他也是直接打脸 还是选择抢血 因为他手上还有一个闷棍 对于他来说好像是是对面没有融合剧 而且也没有任何架强 我觉得他应该要把盾破掉 然后用一个暗影烈焰了 把床清掉 清干净 但是清干净的话 节奏还在T6贼这边 清干净然后节奏还是在T6贼这边 选择 像 疯狂抢血 嗯 现在的话 术士已经血样压到了8点 是的 在6贼回合非常危险 而且精灵龙还是个不受到任何魔法的 除非他有AOE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是没有架强 这对于RDU来说 很难受 这回合他可能能做的就是哪一口 哪一口 RDU也是一个慢性死亡 对 现在无非就是慢性死亡 他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这一轮死和下一轮死的区别 其实我们看到 他又抽了一张 但 这一张牌对现在来说可能 没有很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作用 对 那么我们可以恭喜华德 先拿下一纯 是的 我觉得RDU是让一追三的节奏 是吗 对 我非常看好RDU 毕竟是世界第一 右轮把对方给带走了 所以这一套 这一套贼叫做T6贼 T6贼 也是在标准回合 是一场教科书般的顺利 打法 对 还是最后惨败在动物园上 是的 他可能是有一两张牌的变动 不像有些选手就像昨天我们看到的 带两张 两个王牌猎人的王牌猎人 真是丧心病狂 好 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开到 开始 比赛开始了RDU还是用的是小德 然后他带的话是有圆软阿古斯的 也就是说现在是比较变种的跑小德 这边的话 华驼骑手也有小软 还有两个毒药 对 他这套 他这套贼的话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跟现在的T6贼还真不一样 实际是直接在二费扔上小软 对对于道贼来说 好消息是对面没有成长 没有成长 也没有激活 这边其实接着硬币跳掉军情 我发现分裂软一块这张牌就是 我打出去如果三费的话 我再加一个冷血的话 就是两个六高 对 五高 两个五高 很可怕的威慑力 小德三费轮也是变脸咬一口 来看一下 盗贼这边的一个回击 好这边的话 可能会选择直接跳一个小软 然后再放一个麻风出炉 用三三去解掉一二 其实打T6贼在前期 我建议是要去解怪 就是有一些玩家可能会去就是极力的强脸 强脸 就不管场上你有多少怪多少伤害 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要 这一步是可以去解的 因为它这样的话剩余血量是两点 对面要去解这个怪还是很难受 是的 虽然它是四倍 因为只有一个很少的话 可能只能把三三解了 场上还会留下两个一弓的小怪软泥 反正就是这张牌会让对手非常的难受吧 这边是直接下了一个小鹿 然后把三二的剧情给解掉 其实我打T6贼就最怕两张牌吧 就是打德鲁伊的时候 一张是麦田一张是老鹿 就我感觉解也亏不解也不解更亏 如果解的话就浪费攻击在他身上 不解的话呢 他可以吃掉你好多小怪 很难受 对 这也包括之前我看过一个Tram 他们一个访问 就问他 你觉得现在最强的职业是什么 他觉得说 就平心而论他觉得德鲁伊很强 因为德鲁伊很多单牌 记载比都非常高 是的 这边连上两个毒药把对方尝给解了 嗯 我不知道华头这套牌里面有没有带木克拉 其实打德鲁伊的时候 如果你骑手由木克拉是非常好打的 就是非常的强势前期 德鲁伊界五血的怪是非常难受 你一个很少只打四点对吧 敌人在哪里 这边的话阿滴有血用的还是 德鲁伊的熊形态 还是冲锋 应该是熊形态会更好一些 对对于T6贼来说是这样的 你就不停的变强就好了 因为T6贼一般不带被刺 对 等你来打我我就不动 好他选择更激进的一个解法 直接变冲锋 给掉一只小软 这样的话剩下三血 对我觉得他变冲锋的话 对于华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我可以很轻松的就把你这个解掉 好那现在先抽两张 哦果然有穆克拉 还有洛尔赛布 我发现洛尔赛布这张牌是 几乎是90%以上的套牌都会去带的 简直是一张神卡 因为他的匕首是武功的 所以他刚才才直接用了一个冲锋 因为这样的话等于说 对面是要有两张场上的牌去解他 这番话是直接爆刀 而且华头也是非常果断的使用一张建议的乱舞 我打德鲁伊的话 可能这张建议乱舞作用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 如果是我打这套德鲁伊的话 我会留一下 因为 这套牌是有那个萨马斯基影的 而且还有欢笑的姐夫就是那个鬼灵骑士 对 如果选择 刚才你卖一下的话 也是会把对方的冰给清掉 嗯 其实稍微卖下脸不要紧 在前夕 他可能是 他昨天也是好像是 昨天是那个大帝碰到了这套牌 也是被这套牌 就是手顺的这套牌打得不要不要的 其实他现在的话 手上因为是有着阿古斯 所以心里不慌 而且有着麦田 在七倍回合他是有事情可以做的 嗯 这边是选择直接上大刀呢 还是上洛洛赛布 还是选择上洛洛赛布压制一下 毕竟洛赛布是个武功武血的怪 而且你不能用法术了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看到 他放的非常的及时 因为对手 立马就抽了一个很少 然后这边也是架了两个墙 好的 其实我刚才觉得 刚才留一下那个 这个剑日乱舞现在会非常的舒服 是 对吧 武功的剑日乱舞 但是现在的话 节奏小德是慢慢有拿回来了 因为他现在是 是的 他通过两个墙 极大的延缓了T6贼的一个进攻的节奏 嗯 现在的话 德鲁一好像 现在是没有墙了 对吧 但是已经拿到 我们看到他摸着一张咆哮 他也是在算场上的伤害 伤害是 4点 6点 6加10 是16点 16点 再加很少 是20点伤害 应该会选择很少 然后两个一小怪去解掉 很少直接抓脸 两个一小怪去解掉 然后再上 哎 他上路 他可以 防对面斩杀 防对面斩杀 那这样的话 用另外两个怪去解 那我觉得这一盘的话 16点血 8费回合 下一回合的话 我们看一下 他场攻是 应该是只剩5点 因为可能阿古斯被砍掉吧 5点 正好 正好 一套 就是加一套 14点 14加7 对吧 是的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盗贼的手上是 没有什么办法了 只能上一个木克拉 然后解掉对面的阿古斯 而且他还要砍一下 少两点血 那么这样的话 阿迪又就是拿回一局 拿回一局 果然这是 好 让一追山的节奏 所以咆哮 嗯 可人头这条咆哮的唯一的缺点 就是过牌稍微少一点 所以他是 应该是没有放行上的 好了 现在两个人是站 和那个他的丈夫江山一样 就是只要江山在 你那就完全不虚 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靠山 是的 这边的话 小泽的棋手还是不错的 拿到了 小泽的棋手非常好的 有激活有老陆有 有麦田 有麦田 诶 诶 鬼灵也是招到战场上 那么下回合的话 下回合阿迪又这边 就好像是可以跳那个鬼灵骑士了 这对于 压力很大 战士来说非常的难受 是 因为你 闪杀不能用 不能用啊 靠连砍 嗯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土豪战也是带了严肃师 也是 防一下 对手有可能出快攻的一些职业 比如说动物园啊这种 他这边也是转了个盾 嗯 他经过 深思熟虑之后 深思熟虑之后 嗯 谨慎地转了一个盾 也是转盾的那个动作非常的帅 是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话应该会选择激活加一笔 直接跳一个鬼灵压车力比较大一点 不是比较大 不是比较大 是非常大的 对 基本上在天梯看上这样的情况我就退了 基本上被发现 我会退 因为我是玻璃星 对我不想浪费时间去解 我就退了 像什么前期 激活硬币跳个雪人已经比较丧心病狂了 就是再跳个鬼灵 就真的是不给人留活路 钝燕也是在想 蛮过一下牌 还能不能好好的玩游戏了 好好说对吧 对 好好说 好好说话 好的 我们看到阿迪右这边的後面都是非常的舒服 就是那一手手排 后面的肺都可以有事情做 而 滑头这边可能有点难受了 相对有点卡手 而且的话关键是对面那个怪是隐藏的 他都没有办法解掉现在 上一个死亡之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如果他能撑过这一波 然后打到后期的话 我觉得这套战士还是有机会的 就一定要打拖到大后期 这边黄应该会选择性上一个麦田 好的这边五费的话可以 麦田在手上还是比较难受的 可能会不会考虑严肃师加旋风斩 然后再看麦田吗 因为严肃师加旋风斩的话 是可以全解干净 但是会亏点牌感觉上 非常亏我感觉非常亏 但是你放任那个纳克萨玛斯之影成长也不好 这个局面对于土豪战来说已经非常难受了 对 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是风斩配合我们的两个苦痛的话 就可以过牌的 现在就这样放出去的话 你不会想上一个苦痛 再砍一下激发王羽来过一个牌 好的他这边也是选择了 强行过牌 看看能抽到什么东西 好 助甲师 然后再放一个盘山史诗鬼 等会再强行过一张牌 再强行过一张牌 但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是由老陆 这边现在的话可以用老陆去沉没 一三 老陆是可以限制过牌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沉没一三 然后用麦田去吃掉那个苦痛 然后他选择了不让战士过牌 不让战士过牌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很好的 好的 他挺愿意去卖掉鬼灵骑士 因为鬼灵骑士也只有一血了 因为战士还是比较依外过牌的 而他过牌手段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场上能开的话 过牌手段就五张 两张苦痛然后两个盾挡 还外加一个猛击 就是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看到了战士的过牌的策略 是的阿迪优打 就是也是打了很多的土豪战也是知道 一定要控制土豪战的过牌和他的护甲 上斧子把二三砍掉 上不上一个助甲师 帮助自己累积一下甲呢 上吧反正这个伊伊应该是要把麦田给换掉 伊伊写了麦田 然后在自己这边的话是加一下护甲 加一下护甲然后过 他暂时留下一个小麦田 他觉得还是勉强能接受吧 这边可能要出凯恩雪蹄了 直接打脸 我觉得现在的土豪战应该会带一张沉默的吧 至少带一张 但是他现在暂时还没有摸到 感觉土豪好像手气并不是特别好 一直没有摸到 盾猛也没有摸到 斩杀也没有摸到 他可以严肃施 然后加一个苦痛 然后 顺风斩 顺风斩 他严肃施加一个 他也是要强行过牌 但是还是没有摸到斩杀 和盾猛 那这个感觉就特别难受了 而且感觉上严肃施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打德鲁一或者打那种慢速职业 中慢速职业 两个护甲这样用的话 其实有点亏 因为等于你另外两张盾猛的话 可能到时候就没有用了 护甲只跌不起来 对面就很尴尬 是的 随便是直接打理 不管了 因为要去解他的话 等于要把自己的助甲师给葬送掉 跌下护甲 现在虽然战时有25点血 但是 我们看到阿滴又这边手上是有一套的 直接是 牙掉 然后手上还有五倍 麦田 这个步场也是非常凶 很舒服 老牛这张怪 的确战时看到一直都感觉是很疼痛的一张怪 只要手上没有沉默 而且关键是现在朗球是对方手 你还不能乱斗 拖椰的几排一直很少 我都没有思想过有乱斗 只想他有张斩杀又不够 就可以了是吧 要求现在放得好低 拖椰的几排又是 在路上堵车了 有可能打不到车 拖扫快点加点buff给拖椰 你们知道刚才在线下之前打那一轮的就是 华佗对阵的 是炼金师吧好像是 嗯 就是他在打那一场比赛的时候 拖扫就在后面 他没打完一局 拖扫就摸摸他的后背 那个场面非常的温馨 真的吗 嗯 默默支持在背后的女人 是的 我也当时也是跟 拖椰说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三个女 啊不对 一个女人一个女 三个啊 妈妈老婆女儿 对 听起来也有点道理 强行解释了过去对吧 好这边的话是8费回合 然后已经是摸到两个自然之力了 对面的血量是28点 并不构成有多大的威胁 那我觉得 可以选择解一下对面的扑从感觉上 其实我觉得可以教老陆把 随便把谁沉没了或者 好 要先吃掉后甲吃 然后老陆 直接清场 那也行 让你多摸一张牌 还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下回合我就有斩杀了 这样的 华佗这边是26血 就 这个局面我已经不用去算了 对吧 我已经不用去算了 但是还好 这有强 华佗这边有两个强 但是他只能上一个 因为肺不够 上一个也好 延缓下死亡的复法嘛 为什么基基想好了这个死亡的复法 因为他刚时如果现在最好的话 是有一个大乱斗过来 是的 你一说到复法我就想到了摩擦摩擦 为什么 昨天你在我旁边就一直在唱那首歌 没有我没有唱过这首歌 你不要黑我 我是脑补 我以为你唱 好的我们看一下比赛当中 这边能不能直接 应该是不够的 因为他等于是有两个强 我们算一下 开一个冲锋之力 然后咆哮的话 现在应该会交一个自然之力 然后再上一个鬼灵之猪 他也是经过了精确的计算 发现开薄草是斩杀不了 那么先解吧 这个老牛是要保住的 因为对面到现在为止 还是没有用过大乱斗的 是的 而且对面是用了一张 旋风斩好像是用了一张 对 然后那个一山的嘲讽也是用了一张 那这回合的话 可能还是只能再上一个淤泥 很被动啊 所以打陶晓德的话 就是这点不好 你在八飞九飞的时候 跑道德随便丢一个什么东西 你都要去解干净 对 你不解干净就是一套 后患无穷 对 哪怕他手上只有两 就是两张牌 对吧 对 有一张牌的话 你都担心他有半套 然后神抽一张 然后来一套给你斩杀 直接砍了一个 然后解一个 斩杀一个 然后再转下 5点 那这样的话 22点的话 那就已经 恭喜 恭喜阿迪优 又拿下一层 现在比分的话 应该会变成2比1 这边可能阿迪优 那边是中文系统 然后他看不懂 最后发了个欢迎 他应该是想说滑朵打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做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看到 好笑哥之上 是的 直接拿了两个分点 是的 那第三套我们看一下 柏夜混号会采用什么样的牌呢 是的 柏夜也是非常有美男子风度的打了一个打得不错 比赛也好也是出场力极高的 而且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 Test of Time 他就是用一套动物园 一穿漆 对 非常厉害的动物园 也是今天我们有在场下看 他是有一定的变种的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大王树 而且千雪在看完他打比赛之后 马上自己也是去主了一套 对 结果被别人吊打了 没有没有 你瞎说 我明明都是80%胜率 因为我就打了四盘 这么说来好像打了五盘 挂了一盘 好的 胜率很高好吗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输了那一盘 就是其他你赢的四盘我没看到 那请你以后不要站在我背后 好的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这边的话也是两费出了一个分裂软一贯 有点小神充 本来二费的话只能 可能就是要抓一下 是的 这边没有选择上 上午看守者 因为上了也没有用 他日路也没到手 他尽快的要过到 那个 过到那个 过到那个 莫光幼龙和 三顶巨人 其实看到这样的两边起手 我想说 驼爷的盛面很大 是吗 是的 反正我看好阿迪优 我也看好阿迪优 哈哈 我是真心的 你是虚伪的 这个是我们俩智的差别 这边直接小软下墙 但是我们看到驼爷这边是有一个地狱烈的 而且刚好四费回合 他现在血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是的 因为他后面有五费的淤泥 也有五牛 这样张牌对小牌 对小牌 对小德来说 还是比较难解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是抽到了一张 激活 这样的话 他在七倍就能打出一套 十四点的伤害 让我们看到他会不会激活 交那张鬼灵骑士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不会只要便脸咬一口过吧 嗯 我的话 可能不强 强行过两张 也不是不行 过两张的话 值得伤去 我觉得应该还是咬掉会好一点 这张奋斗可能用来打大敌之光先知 这种三血的怪会比较好一些 对 两个容颜在手 这边的话 驼爷手气还是比较顺的 好 只要看他后面能不能摸到阿鼓斯 其实我觉得在于他能不能优落赛部去强行的把节奏掌握住 可能会后面一点 嗯 在七倍回合之后会考虑 是的 不过他现在的话强非常多 这点的话是驼爷的优势 是的 其实可伦少这场跑小泽是非常怕强的 嗯 因为他的解牌不多 因为他没有黑骑士 而且我看到 现在的话 驼爷也已经是摸到了阿鼓斯 是 好 这边也是 对一下波顿 嗯 过一下牌 他应该会过上第二张鬼灵骑士吧 很少 他应该比较想摸到的是一个老鹿 好 他有可能激活再架起来 好 他也是在思考当中 嗯 因为架起来的话 架一个鬼灵实在是身材有点差 是会被对面的怪直接给吃掉的 也就是说他这个强的效果会比较弱一些 这回合他可能是在考虑要不要解掉 嗯 因为如果不解的话 解的话 就不能上鬼灵 压制力会很弱 好 激活再上鬼灵 好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嗯 嗯 就是解一个我再上一拐 刚才 滑头就是用一套大王树 然后 好像是 就是 在输 先输一把的情况下 用大王树一穿三 然后打进了这一轮的比赛 好的 这边也是摸过了摸到了目光又龙 好 他直接上大罗斯了 他觉得 他是知道这套牌对手的解是非常少的 对 没有王牌猎人 没有那个自然 直接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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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得这时候也是很难受的 嗯 八肺回合 如果是九肺回合 还可以解掉大罗斯 他应该会用 架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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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咬一口吗 他敢不敢病人咬一口 咬一口的话还行 因为咬一口的话是 九血 九血 就算大罗斯打脸的话还剩一些 九血 其实还是有压力的 嗯 因为毕竟我们昨天就看到 25%命中几率的大罗斯过来 是的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樊头这个大罗斯是不是从阿玛斯加借来的 阿玛斯加每天训练十小时的大罗斯吗 我觉得不止 这个回合 这个回合 应该上一个 洛赛布 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吧 洛赛布的话 假如打脸的话 对手 闯攻是 九点 因为毕竟下一回合 就是小人的九肺回合了 九加 九加 咆哮 因为咆哮 他用洛赛布的话 是变成八肺 我是强行可以开的 九加 九加 十九血 他的血线现在又不是特别容易加强 很尴尬 嗯 除非你打到鬼灵骑士 我们看一下 如果打鬼灵骑士的话 好像一个跑小时斩杀不了 他还是选择目光龙 然后再加强 好我们看一下打到什么 打鬼灵 好又是打脸 两次打脸 小德压力很大 但是小德开一波 我们看一下 应该会开一波 用于结场了 这个大罗斯的命中率 简直就是只盯着他的脸打 这样的话压力很大 我觉得阿迪优回去以后 比完赛不管这场是输还是赢 就是他肯定会打电话 给阿玛子的 他说你以后再也不去把大罗斯 借给别人 对 上次在IEM已经用大罗斯打我 这次还要把大罗斯借给别人玩 对啊 还是不是好朋友了 对吧 好他也是开了一套 用来结场 我们看一下怎么结比较好 这还是有点小尴尬的 就是两个四中的 九血 还解不掉一个九血 要认三个怪 可以 好如果下回合 华佛能够抽到灵魂火的话 这一局比赛就能够拿下 华佛是有火车王的 火车王但是他过不了墙 这两个盾也是让华佛有点难受 有点尴尬 他敢不敢再抽一张呢 好他直接选择落赛步 然后再爱影烈焰 他说 他说如果你手上还有一套 我认了 对吧 他不可能 因为如果再不上场 不可能再有一套 也能够拉的 是的 好那这边后 我们应该看到是 华佛可以顺利拿下这一局 好那我们可以 提前恭喜华佛 搬回一局 现在两人的比分是2比2 进入了一个百乐化的阶段 对吧 下击勇者出击 嗯 嗯 那个 火车王就是7个轮轮呛就出来了 对吧 是的 好这边恭喜下华佛 然后两个人是进入赛点 华佛也是 但其实你别说 阿玛斯他做直播的时候表现非常多 是的 他比赛的时候很认真 非常严肃 整个脸就是苦瓜脸 你知道吗 是的 这么夸张 整个事就苦瓜脸 就是 参加比赛是他弟弟嘛 对 平时直播就是他本人嘛 对 对吧 其实他们是双胞胎 双胞胎 但就是没有人知道 但今天我们把这秘笔给踢爆出来了 嗯 这边后我们看到 RDU所使用的是 奇迹贼 奇迹贼 但是我 个人感觉 大王树打奇迹贼 稍微 有一点点优势 但是RDU的奇迹贼 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就是打赢过大王树的 是的 好 这边华头留了个电线杆 才全部都换掉 哎 也是抽到一张目光又龙 我觉得对于这个起手来说 华头还是能够接受的 而且这两天就是 有很多水友都在一直不停的问我 什么时候有我们中国选手的比赛 今天的话我们也是 特意把华头对于这种RDU的这场比赛 带给大家 大家可以为 就是如果是有毒奶效果 像我一样就可以支持那个RDU 对吧 如果是有正能量效果的 就可以支持一下华头 是 驼夜的粉丝还是相当多的 现在的话华头这边手还是比较顺的 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摸到了加基森 加基森 是RDU那边 哦对RDU那边我错了 我驼夜这边手也很顺啊 我看到已经有两个强了 这边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也是在前夕强行占了一个一一 让你难受 对吧 我也不是为了造成多大的伤害 只是让你去耗费手牌打乱你的节奏 应该会上一个目光龙 上一个目光龙不管 但是这一点法强对于奇森 骑贼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如果你上一个八八的巨人的话 那么我一个被词加一个刺骨 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你的巨人解掉 是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五倍 他也是摸到了一张四季待发 但是引力还没摸到 所以他很纠结 如果是我这种年轻的奇森贼的话 我就会上加鸡身 开刷 四季待发 不是先被刺 然后四季待发主要 就想着刷两张也行 是吧 是的 大不了我再按一步拿回来吧 这边的话应该是会阿古斯架起来 然后直接把五五给吃了 嗯 好这边也是 也有我的 不得不刷 被刺 直接写掉一个 哎呦又一张四季待发 又来了个四季待发 加一个毒药 看到刷到什么 哦刷到引起了 这个 四季待发 隐藏 又一张加鸡身 哇 这个牌是可以 连续的去 把他的牌滚 直接可以再剪一个 卖一个脸 他毒两个毒药也是为了 下合可能就能过到那个 见乱舞 对吧 好 他选择了再继续刷 好这张牌不是法术 四季解掉蓝龙 然后再换掉 也是防止你有暗影烈焰 是 防止你有暗影烈焰 打得非常的清晰啊 这个套 这个 对 一般像这种思路的 其实一看就是打了 至少有250盘以上 嗯 为什么是个250盘 因为每次总卡上249盘 打不下去换职业了是吗 好 这一回合的话 鸵叶这边就比较难受了 还是选择抽一下 应该不会架枪 直接灵魂火 好看丢了什么 丢了一个灵魂熙 啊 他没有把墙架起来 是为了防止对面 手上有那个闷棍 毕竟手牌数已经比较多了 而且闷棍一张都没交货 那这一回合 阿迪又会选择怎么样的 嗯 七肺回合 他继续去刷吗 加一身然后隐藏 他两个四肢待发就用了 所以的话他现在 有几费只能用几费了 好的 好的 他全成了刺骨 然后再直接又手撕 在里锯了 看来 这个连败的也是很坚决 嗯 一会我去问问他脸疼不疼 嗯 我感觉上好像 哎火车王 火车王 这一张灵魂火 他这一张灵魂火应该会交了 因为 加一身肯定不会给他留下来 直接打灵魂火会好一点 抽一张再打嘛 也不急啊 抽一张再打的话 母牛就起不来了 还是选择抽一张 不用上母牛 他直接上一个三点巨人 然后再灵魂火 看下这什么 哎 爱烈焰 嗯 他还是没有选择硬 因为反正对面两个加斯三 都已经没有了 是的 好这边也是有王牌 也是非常的有针对啊 他也是打了一个很荣幸见到你啊 也是小小的嘚瑟了一下 打得不错 嗯 然后 华佗也是 应该会上一个大饭 好六六 六杠六的大饭 然后 阿迪又心里就是 对面是丢过一个暗影的 心里也是在想 就问你虚不虚 对吧 刚说完 对面是丢了一个暗影的 他这边就来神臭一个暗影 是的 打得不错 好的 抱歉 抱歉 不再开始嘲讽了 就是要这个节奏 两个人打得也是有 打 把激情打出来了 是的 嗯 之前太沉闷了 两个人太友好 毕竟我们就是比赛 啊 这边也是抽到一张闷棍 应该会拿一口 然后上一个军情 嗯 对面是九 现在关键我觉得在于 阿迪又的火车王 是不是在最后一张 对方还有八张牌 对 因为我打赌 他在九回合之内 肯定能摸到火车王 嗯 架起来 单架 因为手中还有一张 就算这个被闷了没关系 等会还可以再上一个 哎 又一张闷过 嗯 没事等会还是可以 再架一次 对 好 这边强行战场 然后应该会用隐藏了吗 哦 没用 疯狂强选 因为他根本不虚 对面两张 他就堵 我下一手能摸到火车王 是的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华佗也是展现了我们中国选手的一个 呃 直接双架 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实力吧 双架 然后双架 然后再上一个母牛 哇 这个墙我叫你一般 对 是只有一个闷棍的 可能 可能 可能阿迪欧不知道 呃 驼爷在我们中国是有一个外号 这个时候 对 你早了一回合的话就不是这样 是的 早了一回合这个这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阿迪欧 前面说到阿迪欧 其实他不知道 呃 驼爷在我们中国的有一个称号叫做 这个什么 中国第一长 长城术士 嗯 灯灭了 等 啊 啊 这边也是 要全换吗 因为他两个踢骨都没有了 是的 好他拿回来 然后再捡一个 但是其实已经 比较回天乏力了 没有我就 我觉得他好像还有一张刺骨吧 我觉得 我记得好像 没有没有两张全交了 两张全用了吗 第二张是交给光龙了 第二张是交给山林了 好的 好这边也是强行隐藏保一个三三 在场公司六点 我们看一下 手里面 嗯 滑头这边有没有带那个奥数傀儡啊 嗯 应该没有吧 呃 会不会再抽一口呢 这边其实 他应该会带红龙的 我感觉 上一个这个 然后再上一个加血 然后打一下二三 撕掉 撕掉 哎 他也是知道对手用了一个暗影布 对手的斩杀可能只有 十二点加一张冷血 好这边也戳到一张独论破盾 破盾 现在也是非常紧张的时刻 还有一张被斥 那么 可以过墙 但是斩杀已经不够了 因为他前面用了一张暗影布 那这边的话 哇我们可以恭喜拖椰了吧 应该 RDO加油 我支持你 加了一手好友 有可能 好的 我们恭喜拖椰 3比2 战胜他目前是